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提示高烧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你在选杆的时候要避免的几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 首先杆头大的一号母一定比杆头小的打得好吗 或者说杆头大的一定比杆头小的打得远吗 很多时候大一点的东西确实比较好 比如 或者 但是在选一号母杆头的时候 大的并不一定都完全就比小的打得远 首先因为USGA RNA是对干面反弹系数是有要求的 因此干面越大它就需要做到越后 来达到符合规定的要求 那么杆头越大也会有一定空气动力学上的阻力 所以也会有的时候会减少你杆头速度 所以有的时候干头大反而不如小干头打得远 然后第二呢就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喜欢选 就喜欢选硬的干身 这个太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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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硬度挺合适的 那么干身就像弓一样 当然你要是有劲你的力量足够大 而且干身本身的弹性素质够好的话 越重越硬的弓肯定是射得越远的 但是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大 你的弓拉不开 那你就不如用软一点轻一点弹性更好一点的弓 能射得更远 第三呢是 这样来判断干身的硬度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那么干身是由许多细小的碳纤维来组成的 说结实也结实 说脆弱也脆弱 那么你这样在地上处 并不一定能看出干身的硬度 而且实际上有可能造成干身的一定程度上耐久度的损坏 因此强烈不建议这样在地上施干身的硬度 一来呢你有可能对干身的耐久度造成损害 二来如果你处的不是自己的干 有可能你会被干的主人打 第四呢就是 我能明确的看懂干身上的硬度 这根是S 这根也是S的 也是S的 也是S的 是S的 为什么都是S的 其实这个标志很多干身上都有 像这样的一个小标志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标志只是一个日本相关产业协会的一个标志 表示了一种有点类似我们的品质保证的那么一个意思 但它肯定不表示干身的硬度 有的时候大家会看错把这个标志看成S 表示这是S的干身 但实际上不是 然后第五件事呢就是 过分的夸大或者谦虚自己的水平 因为我们在量身定做的时候 经常要去了解客人的打球的情况啊 水平啊 距离啊 请问您现在下场成绩怎么样 前天刚跟清河安打了71 请问您一号目距离怎么样 上次有个四干洞 三百四是吗 我一干就搞上去了 请问您一号目上球道率如何 一号目的话 一场能上十四个球道吧 太过谦虚也不是什么好事 基本不太会打 我操 因为量身定做是根据您实际的情况来解决您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就像医生一样 所以对医生诚实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老板 握把多少钱 一百 太贵了 我上淘宝买去 有些朋友觉得真握把太贵了 不如去买个假的 尤其是有些朋友觉得自己的杆 我一套铁杆可能才三千多块钱 我买一套握把可能小一千块钱了 就不太值 但是尤其是对杆不太好的朋友 尤其建议你用好一点的握把 就是用一个好用的舒服一点的握把 关于怎么分辨真假握把的问题 我改天专门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分析 等我去淘宝买一批 来那个淘宝买的你等等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 再见